從雜誌轉任到義手大學公共事務組的組長 你這個表現的很多學生新聞好像看起來非常的活躍 你會談一下說這一路你在從雜誌轉任到義手大學 你的一些想法呢 以前我在做那個雜誌是做比較人家說文青雜誌 那我們會很常去挖掘一些人的故事 然後會去看他們的生活 那我後來來義手之後 其實我在跟很多老師他們做一些他們的研究啊 或者是學校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方向的時候 我也都會用比較多的時間去跟他們認識跟了解 例如說我們學校有個老師做什麼魚菜早共生啊 那我就會花很多時間去了解 然後把他的故事寫得比較生動一點 所以用雜誌的想法再讓更多人知道義手大學 那像學校譬如說我們學校有校慶啊 然後我們學校有很多這種大型的發明展啊 這一些得獎的 那我也都會花多一點時間去跟老師們了解 看他們到底做什麼研究 那這個研究有趣的地方 或是值得大家知道的地方是什麼 然後把它放在報導裡面 希望可以讓學生或是老師或其他人 更了解義手大學在做的事情 介紹一下義手大學吧 義手大學 義手大學就是在高雄的觀音山上 那我們大家都會去義大世界義大遊樂園 可是其實義手大學的校園很漂亮 那我們學校裡面有很多有名的雕塑品 綠色的樹也很多 還有一個據說是網路最狂的咖啡店 那對學生的餐飲啊 或是在那邊就學環境 其實它跟在都市的學校不太一樣 它有一種寧靜 而且你會覺得那邊就是有一種很特別的 一種學術的氛文 所以啦 我也很喜歡到義手大學 為什麼 因為每次到山上走一下 會減肥呢 全部都是山路 你可以假日的時候到那邊去走一走 那因為學校的樹很多 也很適合親子在草地上面 可以做一些休閒啊 那學生其實平常上課的時候 走一走也算是一種運動 所以 所以從山上 從義手大學上面 往下拍還可以看到整個義大 嗯 對 學校其實那個 鳥看的那個景觀很好 所以其實不是所謂的放煙火的時候來 而是你其實平常啦 你可以看到很不一樣的一些風景 好 謝謝我們組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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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